4月28日由中华文化学院厦门大学举办的 两岸学者面对面系列学术活动的第二场活动在北京举行 中华文化学院院办公室主任孙克庄在致辞中表示 两岸学者面对面系列学术交流活动 其目的是深化两岸学者互动 推动两岸共同弘扬中华文化 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根和弘 是维系两岸同胞的精神牛蛋 两岸同胞是血脉相连不可分割的一家人 家庭和美幸福 社会繁荣稳定 台海和平安宁 民族团结复兴 这是两岸同胞的共同心愿 扩大深化两岸交流合作 是两岸同胞的共同愿望 活动中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殷存毅 台湾成功大学政治学习教授丁仁芳等学者 围绕两岸经济与产业交流合作开展交流 殷存毅表示 近年来 大陆各项会台立民政策的落实 为广大台企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和巨大机遇 就是说台湾的企业在这个波兰壮客的两岸经济产业合作这个大潮中 他们发生了非常巨大的变化 原来我们谈台湾企业 我们都说台湾是中小企业居多 但是现在台湾已经形成了一批世界有世界级水平的大企业 上海东亚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研究员钟燕 则以江苏昆山为例 具体介绍了昆山在两岸产业合作等方面做出的一些工作 一个是积极地推动台资企业要融入大陆的产业供应链 第二个就是在昆山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同等待遇的政府服务 在同等待遇服务里面包括了像土地的取得 包括在企业的注册 包括台湾申请国家的自然科学基金 国家科学基金等一系列的资金项目上面 都采取了一个对台湾同等待遇的这样一个措施 同时昆山也是对台资企业的内外参与大陆经济内外情况 提供了金融跟政策的扶持 今年适逢汪工会谈30周年 台湾成功大学政治学系教授丁仁芳说 两岸30年的经贸交流带来了各领域更广泛 更丰富的互动往来 有越来越多的台湾年轻人来大陆发展 有很多年轻人到大陆来发展 来台湾发展的这些年轻人 回头对台湾青年的影响力到底有多大 这我们要去知道影响路径为何 我们未来还是要多去思考 就是说我们这样一个合作促进两岸 对于两岸和平发展 那么我们怎么去多做努力 我们怎么去扩展和平红利 让更多人感受到两岸经贸 带来对台湾的注意 蔡世锋来自台湾 毕业于北京清华大学 南下湖北经济学院任教 她说随着台湾青年在大陆就业 就医等制度保障的完善 也会让更多的台湾青年 愿意来大陆工作生活 很多的本土博士 其实毕业以后是找不到工作的 那像我们就会回去跟他们说 这个祖国大陆有一个很广大的一个平台 那他们可能就愿意大陆这边来工作 这样子慢慢的两岸之间的交流合作 就会越来越深入到这个年轻人的心里面 那我觉得这是一件蛮好的事情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